前一段时间,在乌克兰哈尔科夫街头发生一起惨变车祸,该过能源挂头针于2022Z7驾驶汽车穿过路口时闯红灯,与对象行驶的车发生碰撞, 随机车辆滑向了路边的人群,造成6人死亡,5人重伤,据目击者描述,车祸现场犹如战场一般惨烈,30岁的准妈妈Blasenko不幸成为受伤的一员,在昏迷了24天以后,Blasenko近日终于醒来,她头部受伤,骨盆骨折,让人惊讶的是Blasenko肚中的宝宝静安然无恙, 医生表示,她将通过抛肤产生产,上图示Blasenko的母亲说,我女儿说,她感觉很好,感谢上帝宝宝美食,她还不能站起来,医生尚不能预测未来的恢复情况,她希望能够判Z7无期, 因为这位亿万富豪之女开车闯红灯,鞋车速是限速的两倍,她说,我认为Blasenko要负全责,她闯了红灯,上图示Blasenk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Luis terminals别青�ā 墨迢